花蓮有一名男子趁著車主不再打開車門偷錢 被車主發現了 他先是便倉在車上睡覺 後來發現騙不過下跪求饒 當時車主心軟了 讓他直接離開 但是最後還是被警方查出了他的行蹤 警方發現男子的時候 第一時間還試圖騙說自己認識所長 但是卻說不出所長的名字 直接被員警看破了 他是一名竊盜慣犯 平常都是徒步犯案 這次被警方逮到 是因為他左手的尾介在犯案 當時被監視器拍下 最終坦承犯案 警方也將他依竊盜罪移送法辦